風波也不斷的藝人大餅 他三度吸毒被逮捕 在上週他接受了受洗儀式 宣告自己成為基督徒 而現在他在一家音樂餐廳來演唱 也希望可以重新出發 短褲長靴大餅受洗成為基督徒後 選在臺北市南港的音樂餐廳 重新出發 大餅在舞台上賣力演出 畢竟表演工作仍就是他的初衷 有這麼多美女朋友 你們還願意來採訪我 這個一點新聞價值都沒有的人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能夠有一個家庭做你的後盾 能夠有一個宗教當作你的依靠 你才能夠有可能翻轉你的生命 除了信仰支持 弟弟小餅也帶著小孩在台下助陣 演藝圈也來了不少基督徒藝人 其中還包括已故音樂人 馬兆俊的遺孀郭美金 藝人能夠從他最谷底的時候 要重新出發 其實已經很不容易了 對不對 真的 那重點是我們這些教會的家人 唯一給的就是這份愛 曾經一錯再錯 大餅這回再度出發 有了信仰的喜敵 到底能不能痛改前非 就看大餅自己爭不爭氣 明日新聞 陳昭辰 威瑜 台北報導